王麒麟 李洋 羽球男雙逆轉勝 吉北丹麥組合 見到大批球迷 守候場外 兩人滿面笑容 很是感動 其實我自己在第一局打完 第二局其實有點降下來 那大家的鼓勵就真的是給了我力量 我希望我可以把他頂住 不要就是復復大家的加油 連兩屆奧運挺進冠軍賽 在這張巴黎奧運門票得來不易 冬奧奪金之後 在國際賽鮮少有亮眼成績 甚至去年雅錦賽 王麒麟因受傷退賽 最終只拿到銅牌 而奧運小組賽 首輪更出到唯一五隊的死亡之組 但林洋佩一路獲勝殺進決賽 跨界累計十一連勝 挺進金牌戰出乎兩人意外 王麒麟發文直言 好扯 我們做到了 李洋則說今年連四強賽都沒闖進過 沒想到能再次站上奧運決賽場 而金牌戰也將對上 中國隊頭號種子梁瑋坑王廠 回顧兩隊過去兩年來的交手記錄 林洋佩五次正面對決的機會中 取得兩勝三敷的成績 當然就希望說把每一刻都打好吧 因為畢竟已經進了決賽 那希望說把我們台灣的精神展現出來 讓大家余永榮演吧 林洋承諾會把台灣精神打出來 而王麒麟的爸爸也跨海喊話 希望能聽到國旗歌 我好想聽國旗歌 現在他們有發揮一加一到二以上 對他們表現我只能說非常滿意 球迷家人送上鼓勵 判林洋佩未免成功為台灣與台 卸下全旗 三星新聞長本張書函 台北報導 金洋佩五次